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野果第22集 今集我們介紹的野果叫做對葉肉 也叫做牛奶柱 我有三塊,有一塊我已經批皮了 這兩塊還沒批皮 黃黃的色,熟的話是黃黃的色 這塊是黃黃的色 這塊是沙餐地,有一點綠色 其實在香港要判斷對葉蓉是很容易的 為什麼叫對葉蓉呢? 因為樹葉是對葉的生長 在榕樹裡只有一種榕樹是對葉生長 如果對葉生長,那種榕樹就叫對葉蓉 它是一種常綠的棺木或橋木 最高可以去到六米 它的景色,整棵都有一些白色的乳汁 但放心,乳汁是沒有毒的 它的主樹光是灰色的 還有明顯的橫痕 你看到樹的時候,會有一節一節的圓形的橫痕 然後,樹葉是對身的 樹葉是對身的 卵狀長圓形,至到到卵狀的橫圓形 厚子質,葉是急尖或短尖的 質物有六至九對 它的嫩枝,葉柄,葉片,兩邊都有粗的燥毛 接著,它的花是雌紅桃珠 就是一種無花果 所有的榕果都是無花果 隱求花醬 接著,它是果實 果實,未熟的時候是青綠色的 熟的時候是黃色的 楞球狀 這幾個熟果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幾個熟果 這幾個熟果 是尾磨皮的熟果 上面有些啡色的斑點 看看尾部的熟果 開了一個洞 我看的時候 基本上全棵大部分的熟果都是這個洞 我想找一個沒有洞的熟果 都是找不到的 為什麼有這個洞 這個洞就是被一些熟小蜂 在裡面 即是飛進去 我都不太清楚 因為 相信應該是沒有洞 之後才有洞 這個就不太清楚 因為如果有洞 就有機會 有裡面會有些昆蟲 飛進去 看看頂部有一個定 這幾個都是有一個洞 我都找不到一個是沒有洞 這個 剝皮 剛才剝皮 它的皮 就有少少像啤梨 那樣的皮 我們切開 看看 對半蝕開 這個熟果是比較大顆的 之前都試過 這個青果熟 和五指無桃 即是粗葉熟 相反這個對葉熟 它的果實就比 之前那兩種熟果更大顆 對比一隻手指 兩隻手指這麼大 一個熟果真的 非常之大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有些 它的花 在裡面是啡色的 無花果 無花果 無花果都是這樣 基本上九成九的熟果都是這樣 我不清楚 會不會有熟果 不是 就是 引頭花醉 大部分都是這樣 看清楚裡面 是沒有那些蜜蜂 這塊熟果沒有蜜蜂 或者你試一試 是沒有那些蜜蜂 然後是沒有那些蜜蜂 是沒有那些蜜蜂 這塊雖然熟了 但是 不算非常熟 沒有什麼味道 咬下去有點軟軟的味道 不爽口,有點軟軟的味道 但味道很軟的那一段階段 甜味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甜味 有種清新的味道 草青味不濃的 反而有種清新的味道 好像是一種沒有味道的水果 咬下去也有少少咬口 不過不是一種好吃的水果 十分我估計四五分 它的花是不好吃的 可能就這樣吃它的內皮 因為它的花會有點碎 很碎的,沙沙的 吃起來不太舒服 如果可以,就這樣吃它的溶果 皮也不好吃 就這樣吃它的溶果 這個就這樣吃 就這樣吃 好多 好多 就這樣吃它的溶果 反而有六分 就是連花一起吃就只有五分 只剩4分 其實這個溶果是好吃的 如果就這樣吃的話 裡面有多汁 是有汁液的 有些水分 其實很好吃 質感有點像啤梨 但味道很軟的 介乎梨和啤梨的質感 吃了一點酸酸的 很微弱的酸味 我喜歡很多汁水 可以解殼 多汁水的味道 很香 有些醇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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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軟軟的,比較熟,我沒有這兩塊都還硬的 好,今集這個兌葉肉的試食就說到這裡 喜歡的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like和share都可以,好,拜拜